广州十三行 苦心经营几代的巨富航商 为何自毁诚信之家的美名 一个关于大米的谎言 如何搅起轰动一时的南海商道风波 进正本期播出南海商道第二集 大米谎言的背后 接触大案巡案 探寻法理外洞 记录故事现场 见证法治变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806年11月 广州黄埔港岸边聚集了大量来自印度的商船 印度商人们一个个面红耳赤 焦急的脸上冒着汗珠 此刻他们恨不能撕碎 那个当初为他们编织创富美梦的人 此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办公室内 大半多林门眉头紧锁 他实在想不通一件事 一向诚信经营的同轮航航商潘友杜 对此为什么要设置如此一个大片群 他采取不同的手段 去用各种的 你说他是鬼迹还是阳谋 都可以 就是这样的 他是有志谋的商人 潘家大院中 潘友杜望着父亲潘振成 创下的这片基业 若有所思 自己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两代人辛苦经营的成心招牌 如果就此被毁 不知道九泉之下的父亲 会不会宽恕自己 潘友杜究竟和多林门说了什么 他的影响力又是从何而来 为什么仅凭他的一番话 便可在中江海岸掀起巨浪 我们潘家是十三行的重要的人物 有两代人是十三行的首领 在十三行八十五年 之中有三十九年 是当首领的 1783年 一艘名叫皇家亨利号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 在黄埔码头抛下铁毛 船上的水手从货舱中搬出大量木箱 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走上来打开箱子 眉头不由的皱成一团 680箱五一茶包装严重破损 上面的字号被磨得难以辨认 黄埔码头上查看货品的老人 是潘友杜的父亲潘振成 他所经营的同门行 是同时期商行中的翘楚 潘甲之于当时的广州城 正是财富代名词 以前的这里 从这里马路开始都是潘家的房子 现在就到了德里为止 现在就从德里开始 一直走到正门 一直走到一班 那半边很多都是以前的征用 作为这个学校 旁边这个学校 33中都是在这个地方 广州33中学东侧 同富西路附近 正是当年潘世家庙所在 经历了200多年的时代变迁 这里的建筑已显得较为成就 但是从占地面积到建筑用料 仍然可以感受到 在十三行时期 同门行攀家曾经风扰阔出的富商气派 等于叫做西关大屋 广州是西关大屋都是这样的 在广州保留没有多少间 这种间是 你看人里的柱子是多处 你看 这个柱子 整个建筑多结实 这个瓦顶还是 200年前的瓦顶 没有更外过的 所以以前的瓦是很耐用的 1776年 是同门行的全省时期 潘振成用作贸易赚来的丰厚利润 在现在广州市海珠区的珠江岸边 买下了约20公顷的一大片土地 用来修建住宅和祠堂 祠堂的堂号为能静 因为潘振成先祖元属 福建泉州龙溪乡 后来分支到明省 百坤阳捕西炸社 所以他将此地命名为龙溪乡 将祠堂所在的巷子叫做西炸巷 以示不忘组织 也在他真正潘振成住的房间 那边 这是他住的房间 那边是有代表性的 这是他做的 这次是原来的还是比较原始的那个流利 那个核断 这个传说中 潘振成常是住这个房间 这是他的祖居 这个房间是冬天很舒服 夏天就很难换 大开人家说可能底下捕了一层土草 这层草就影响房子的建筑是冬暖 夏浪 这房子 奇怪了 其他房子没有这样的事情 他从福建来到广州 一个家族 从无到有 然后就发展成为一个富商 现在世界各国 大概有八九个国家 有这个潘振成的档案材料 他跟英国 瑞典都是做很大便的生意 然而1783年的潘振成十分苦恼 他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班 告知茶叶的质量有问题 更令潘振成焦虑的是 之后还有英国商船陆续靠岸 船上装的也是质量不合格的茶叶 加上眼下的680箱 一共是1402箱 但是这批茶叶在运输过程里面 发成没外的现象 后来呢 这个英国商人呢 就提出了 要能不能够退赔一下 退货是航商与外商贸易过程中 从未出现过的事情 而且破损的包装 已经令茶叶的出处无从考证 一千多项茶叶并非全部出自同文行 所有出口的茶叶 包括别家的茶叶 他也一起去赔偿给英国 由此他的诚信呢 对他这个将来的生意做成很大的影响 大家都认为是中国里面具有这个诚信的代表人物 潘震诚的行为不仅令其他航商感激不已 更让英国东印度公司赞不绝口 英国东印度公司编年始终 曾这样计数 打扮与中国商人之间的信用 是没有猜忌的 个人都信赖彼此之间的声誉 这在退回相当数量的茶叶仪式上 表现得最显著 1788年 潘震诚去世 33岁的潘震诚 自称副业接管了同文行 在此后的数年时间里 潘震诚一直精心维持 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关系 此后潘震诚积极拓展上行业务 同文行的生意一直维持着鼎盛态势 直到1806年大米事件的出现 当时广东粮食是缺乏的 所以当时进口很多大米进来 潘震诚就提出要进口大米 这一年春天 潘震诚找到英国东印的公司的大班多林文 向他透震了一个好消息 潘震诚表示 东南沿海近期海盗猖獗 台湾勘乱影响水用 大米价格必然会在年底持续疯涨 多林文听潘震读分析的十分赛力 认定可以借此机会大赚一笔 于是迅速向印度梦买 加尔各达 马德拉斯等地发出紧急求助 并在当地张贴布告征收大米 9月份开始 满载大米的印度商船陆续抵达广州 而此时 广州的米价却没有像潘友杜说的那样可喜 相反 米价一路走跌 如今38.8万弹大米堆积成山 却无人问津 满腔怒火的印度商人 一气之下冲进英国东印度公司 众口一词 向多林文讨要说法 由于大米的价格下降了 英国商人 这些希望中国能够赔偿他们 无奈的多林文只能一边安抚怒气冲天的印度商人 一边与一众航商协调大米的收购价格 经过反复商讨 所有航商都同意分摊收购 而潘友杜 却在此时忽然站出来横生枝节 拒绝认购分摊到的全部分额 一把零六年年末 部分印度商船因大米囤积于港口没有变现 依然迟迟难以返航 奇迹败坏的多林文冲入粤海关 向监督撞高潘友杜 理由是所有航商为了顾全大局都同意认购相应份额的大米 而潘友杜 这次贸易混乱的制造者却偏要坏了规矩 入狱受刑 破产自杀 表面风光的航商实则命如楼鱼 捐款赈灾 遭到恶意敲诈 头戴二品官帽 却不如一个海关小利 见证正在播出南海上到第二集大米谎言的背后 清朝乾隆六十年 也就是1795年 广州十三行内发生了一起害人听闻的事件 而一行的掌柜石中和忽然被官府抓去受审 美国人马士曾在书中详细描述了 石中和背球期间的情形 穿着粗布做的短衣裤 没有穿袜子 他的头发长得相当长 一条铁链绕上脖子和双手 而他的整个外表是肮脏的 像要祈求的样子 石中和入狱的原因很简单 他所经营的儿一行账目出现严重赤字 商欠额度高达59万8千余粮 这在粤海关监督看来是性质极其恶劣的犯罪行为 商欠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外国的那个能够那个利润很少的借着一笔钱 比如在国内可能就只能有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的利息 但是借给中国人借给中国的航商可能有高到百分之七八甚至百分之十 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鼓励外国商人将银子借给航商 由于当时13行贸易利润丰厚 本土商行如果交易顺利的话很快收益就可以翻倍 所以一些航商也愿借此放手一搏 但是也不是每一笔生意都是很逊丽的 比如陶瓷从锦德镇运陶瓷来 沿着干江溺水而上 再经过那个煤关古道挑过来 再到正江就北江再下来再到这边来 那路上有些有时候遇到风浪全都全翻了 那就赔多了 石中和在狱中受惊酷刑 狱卒对他最后一次实施鞭刑时 将鞭子打在了他的脸上 导致伤口极所恶化 回到牢房后石中和高烧不止 最终牙齿全部脱落 两天后气绝身亡 对清朝政府来说欠了洋人的钱是最丢面子的事情 其实清朝政府关于这个商线制度 它的核心东西就是帝国的面子 为了应对商线发生 清政府推荐了一种航用制度 以又称航用 是从航商经营的部分进出口贸易中抽取用定 主要用于偿还脱欠外商的款项 及朝廷捐输 石中和四后 潘友杜等一种航商北越海关传讯 并要求分摊偿 而一行的官方向欠 必须所有的行商要把他还 但是还是还不完 那么这个情况下就要总商工行的头 来一起协调把钱都给他还掉 由于数量太大 那么连总商自己都破产了 这个潘友杜的儿子 就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凌唯一条狗不当航商手 这条名言就看出了当商人 尤其当商人的首领的困难 一个是外国的压毙 一个是中国政府的压毙 两方面的夹着 这个是很难过的 石中和的结局令人莫名的心寒 潘友杜看着弱大的院落 花团紧簇的亭台楼阁深处 心中萌生了退伤的念头 他这个人也是很接近的 这个当中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官员 航商以及外商 这三个层面的一个层层前置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航商质疑 然后就官制航商 作为政府是利用它来 利用航商来跟外商打交道 他们不直接跟外商打交道 在政府里面的眼光 商是排到最后一位的 实际上是看不起的 夹晴六年 也就是1801年夏天 一艘名叫西里塞斯特号的英国商船 一位走私雨沙被粤海关查获 损失48匹走私雨沙 对于英国商船而言并不严重 所以船上的商人面对查超并不害怕 而此时 一位名叫潘长耀的航商 却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吓得手足无措 当时的外国商船来中国做贸易之前 他就已经选定好一位宝商了 那这个宝商一定是在 有官方登记的13行航商当中产生的 官员是不可以直接跟洋人打交道的 那是叫疑人打交道的 因为有损国格 那么必须有个中介 从1745年开始 就实行宝商的政策 要保证外国人在这个中国首发 就由宝商来承担这个怨恶 潘长耀正是被查超的英国商船的宝商 于沙事件发生后 潘长耀收到粤海关传讯 应被告知必须承担走私罚款 罚款额度是走私于沙原本应交税收的100倍 共计6万7千两白银 潘长耀听到荒唐的罚款额度后 大吃一惊 得知消息的潘友度 决定和其他航商联合起来 和潘长耀一起去英国东印度公司讨要说法 他们认为走私于沙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 所以罚款应该由英方承担 对外商而言 那这个宝商就要担保他 获得他所需要的货物 卖掉他所带来的这些货物 对于当时的管理层面来说 他要保证这一艘船的船员 商人不要在我们广州地区闹事 什么事都要负责 比如有的就是说水手出来打架 那都要负责 甚至这条船有几个女的上岸 那更不得了 所以经常就是把航商绑起来 跪到外国的船前面去吃素 他又不敢捆娘人 就只能捆这个包上 航商们与英国东印度公司 谈判的事情被粤海关得之后 海关监督吉山勃然大怒 下令将航商全部传唤到官府 接受训斥 并威胁他们 要将此事上奏朝廷 统一隔板他们 鱼杀走私事件 最后还是以潘长耀全额缴纳罚款告终 牵连其重的潘友杜 眼睁睁看着潘长耀开一张不久的力全行 从生意兴隆 瞬间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 1801年北京永定河泛滥成灾 清朝廷下令全国上下捐款救灾 粤海关下令作为航商中的显赫人物 潘友杜需承担全部赈灾款额的五分之一 共计五万两白银 当时一两白银可以买十九公斤大米 此次捐款超出了以往的比例 潘友杜心中十分清楚 一定是有人盯上了自己 腐败成性的海关监督吉山 在收到同文杭的赈灾款后 心中窃喜 多数商家捐款都要官府一再催小 而潘友杜却能如此爽快 且迅速地将五万两白银上交上来 和见其家资的丰厚绝非普通航商能比 就以墨水勇的名字 对郭总他经营的十三行的商品都要加税 就使得他做生意难做了 很多航商的路逐破产 这个跟政府的压缩也有关系 清代的海关征税分为船超货税两项 船超是按船只大小分为三等 货税按货物经粗而定 分为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三四 由航商缴纳 吉山看中了潘友杜背后 拥有数十年历史的同文行 于他而言 那是一个巨大无比的金库 五万两白银至于潘家不过是区区小数 潘友杜一定可以拿出比这多的更多的银子 官府的不断的敲诈 勒索 什么救灾 修提 都总是有 当真正救灾的时候 当然他们也会出钱 但是有时候根本就没有灾害 坦得无厌的吉山 再一次将潘友杜传进越海关 要求他追加捐款五十万两 潘友杜听到吉山传唤时 心中已大致猜到对方的意图 但是当吉山说出这个荒谬的捐款数字时 他还是不禁心惊肉跳 海关贪腐 外商强势 二十年官商生涯 犹如身处磨盘之间 潘友杜将如何摆脱各方桎梏 在葡萄暗涌的南海商道中急流涌退 见证正在播出南海商道第二集 大迷谎言的背后 1801年秋天 潘友杜又一次来到越海关门口 他的身后是从加工带来的车马 上面装着十万辆白银 潘友杜对吉山明确表示 捐款的数额以此为限 此后再不追加 潘友杜力争 他不愿交出额外的增加的这一部分 这个就说明了 潘友杜是敢预有抗争的精神的 吉山望着送来的十万辆白银 心中升起一股怒火 潘友杜不过是商骨之流 竟然敢公开与朝廷堂堂二品大员作对 盛怒之下的吉山连夜写了一份奏折 准备向嘉庆皇帝弹劾盘友杜 凯军监督做得太过分了 连所有的广东的监督 广东的官员都对他不满意 当他调离这个职务的时候 没有一个广东的高级官员去翻送他的 官商的身份就像是一个无形的枷锁 在经历了数年风波之后 将潘友杜锁得越来越紧 如果说今年积累的质固压抑 是导致潘友杜萌生退役的根源 那么卷子赈栽的事件 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潘友杜深知自己此时直接向官府提出退伤 势必会引起外伤的反对 所以他首先将这个想法透露给了英国东印度公司 希望他们能在自己与越海关交涉的过程中 不要提出反对意见 然而英国东印度公司却不同意潘友杜的想法 他们十分不愿意就这样失去 与同文航多年来的友好合作关系 并一直诚恳地挽留潘友杜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劝阻令潘友杜陷入了苦闷 他为了逃脱当航向的命运 他就拒绝去赔偿 本来他是很大方的一个人 但是为了需要的自己辞职 不当航向的需要 他就反过来 引起这个外国人不高兴 也对他的这个不当航商呢 就不会很反对 大明事件之后 潘友杜的退伤计划 得到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学科 他们明确表示 再也不会反对潘友杜离开十三行 潘友杜思考退伤之路的间隙 十三行码头发生了一起 耸人听闻的斗殴事件 英国海王星号商船上的水手 与当地民众偶然冲突 双方争执不驾 一致交手 市民廖亚登在缠斗过程中重伤身亡 岳海关得知消息后 第一时间传讯了海王星号的保商卢茂关 则令他在限定日期内急拿凶手 广州历年的春天都是贸易季的尾声 外国商船此时都纷纷开始装载货物准备返航 而今年因为海王星号突发事件 岳海关命令所有英国商船一律不许装货 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此十分焦急 英政府的官员不愿意跟外商直接借租 他就把航商拉到第一线去 所有的航商也有外交的责任 不理要外国的商人要见官府 必须通过航商去通报 赵氏公司大班甚至清王朝杀人偿命的法律制度 于是便将凶手暂时藏了起来 他计划在官府恢复船越后 将凶手偷偷送上商船返回英国 卢茂关很无奈 他先是拿出两万两银子悬赏鸡胸 而后又用大批金银在官府上下打点 舒服越海关准许海王星号之外的其他英国商船 装载货物 终于 在海量的银子抛出之后 斗欧商人事件得到了一个双方都认可的处理方案 越海关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3行英国商馆设立临时公堂 对海王星号站在11名水手进行公审 沈兴那个所谓被指证的那个杀人凶手 他说我怎么能打他呢 我手上什么凶器都没有 我顶多就一个抽烟的烟斗 烟斗能打死人吗 那么省了半天 有英国这方面我说 你们拉不出任何证据证明我们打死的人 那么你就没有任何权利来扣押我们的船业 那么我们肯定是不能够把所谓的凶手交给你们的 卢茂关的途径就像是一个无解的僵局 一面是令人心惊胆战的越海关 一面是向保商强烈要求恢复船业的外商 卢茂关夹在两者之间沦为了磨盘中间的一颗沙粒 他又一次被传入官府 越海关斥责他办事不力 对他严刑拷打 倍加羞辱 英国东印度公司 因为给予返航 大批商船船员公开强烈对抗航商群体 卢茂关家里就拼命的发钱去买通官员 想把这事情平息下来 清朝政府这边就说 那又没证据了 又又又又拉不出谁是凶手了 那这事情就算了不了了之 但实际上就是在某种意义上 起了一个制外法权的非常方淡的形式 卢茂关在海王星号事件中几乎倾家荡产 出狱后的他顶着满身伤痕 又投入到了商行的运营中 最后当年还是卢茂关打得五脑七仗了 人都没气了差不多 放出来很勉强活下来了 但是整个家族的钱也发光了 潘友杜茨上的最后一丝犹豫 被卢茂关的境遇彻底消灭 他毅然决然地向月海关上缴了退商所需的银两 并开始着手处理与商行贸易客户之间的后续事宜 我不当了就把钱给你 给你海关给你官府 你就不让我当商行商行不行 就给他加买五万四万 一八零零七年四月 潘友杜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新任大班 签订了双方的最后一笔交易 与此同时 他的慈商申请被月海关上奏朝廷 正式进入核准阶段 同年冬天 为慈商费尽周章的潘友杜 终于得偿所愿 迎来月海关张贴退休告示的时刻 二十年航上生涯 浓缩成一张薄薄的公告 贴在广州老城西关的一角 潘友杜望着这张告示 心中无味杂陈的 是自己摩心的大半生 而他曾经的光荣与梦想 也随风飘逝在波涛汹涌的南海之上 一次普通例行检查 发现疑似毒品残杂 冰房干警顺他莫挂 却滤造毒贩反侦查 见证下期播出 错把警车当黑车的毒贩上级 下期播出 下期播出